张伯之自从生了三孩之后,就开始在微博上活跃起来,在天仰头更新动态,看得出心情很好。 但对于小王子的生父是谁张伯之则一直闭口不提,惹得外界猜测不断,以至于张伯之三孩生父是谁,被网友列为了娱乐圈四大为解之谜之一。 张伯之不说,各路人马便纷纷开始把蛛丝马迹进行猜测,首先就说是新加坡的一个富商,而产后的张伯之又正好去了新加坡度假,外界便愈发肯定了这一猜测,但很快就被工作室打脸了。 其次就是始终与张伯之脱离不了关系的谢霆锋,港媒甚至还爆料车,小王子的大名就叫谢震天,诸多猜测让谢霆锋本尊,都忍不住亲自站出来否认了。 此外居然还猜测到了新爷的头上,小八怀疑提出这个猜测的人,是以天球和流飘飘的猕皮粉,毕竟这看起来就像是天马行空的想象。 估计工作室也跟小八一个想法,很快就澄清了,但到此猜测依然没结束,此时,曾是张伯之飞人男友的何孟怀, 有正好发了一条极据暗示意味的微博,简单的四个字超级奶爸,加上抱着小孩的照片,网游都忍不住怀疑,他是不是在间接承认,他是小王子的生父。 同样的,这波操作,迅速遭到了张伯之粉丝团的屁调,甚至怒斥和梦怀像狗皮膏药一样的碰瓷,故意倒贴蹭热度。 对此和梦怀立刻发佛否认了蹭热度一说,称之前微博图片中的宝宝是他学生的孩子,他只是带为照料,同时,他还强调,自己并未生遇过任何子女,目前还是单身的他,只想尽快脱单。 对于这一说词,他的粉丝,自然是站在他那边否认蹭热度一说,但有网友就质疑,他是不是想借机再炒作一把,毕竟这不是他第一碰瓷了。 以前有人揣测,他和张伯之的关系时,他就没有否认,只一句简单的谢谢,不禁让人浮想连天。 到底有没有蹭热度只有和梦怀自己知道,但小巴觉得,就算他是真的无心蹭热度,发的那条微博也很不妥当,更别说那种意味不明的回复了。 在张伯之为公开说明小王子身负是谁之前,猜测肯定是不会终止的,就像逞过儿子的母亲到底是谁一样,众说纷纭没有定论,最终成了罗生门。 有些网友觉得张伯之做个说明万事大吉,就不用一次又一次的辟谣了,但小巴想说公众人物也有隐私,是否说,什么时候说的决定权,都在张伯之自己手里,吃光群众们,还是安静等官宣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